其实在英国投资房地产并不难 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国房地产开发商 如何把这个地图生地变成熟地 在熟地的基础之上再进行 好 尊敬的各位朋友 今天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英国买房做投资 是应该公司持有还是个人持有 在我讲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的建议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公司持有房产和个人持有房产的各式的利弊是什么 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重点的几个话题 如何在英国有效地节省购房的税务 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公司的这种购房的这种税务优势和优惠 如何去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公司买房 什么情况下应该用个人名义去买房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用公司买房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到最后我会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情况下 应该用公司去买 什么情况下应该用个人名义去买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公司买房它的基本流程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第一步 当然你是要做投资公司 这个投资公司很简单 也很容易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搜一下 我们在YouTube的频道里面有专门介绍 如何注册英国的有限责任公司 通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如果说你有特殊的需要 你要注册LOP 或者说这种partnership 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这个分享只是简单的和大家讲一些比较通用的一些概念 所以说第一步 注册公司 如果是这个投资属于这个68100 如果是持有6809和68320 这两个代码 但这个其实并没有关系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注册公司以后可以再改 这个不重要也不冲突 第一步注册公司 第二步开账户 开账户是为了收租的 对吧 收首付收租金 这个是为了更好的体现财务的一些数据和财务的一些信息 第三步会计咨询 会计咨询最主要的目的是会计要根据您的个人名下的房产 以及您的公司的具体情况来做一个相关的规划 特别是税务上的一个规划 这里面需要注意几点 就是第一海外公民 如果你是中国人投资这个英国的房产 如果你是通过一个英国的有选择人公司去持有的话 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你可以开公司 但是开账户比较难 这是第一步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你是学生签证 或者说孩子是学生签证 最好也不要在英国境内注册公司 因为严格意义上讲 学生签证是不能工作超过20小时每周 第三 学生签证是可以做公司的股东 但是最好不要是董事 因为做董事的话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参与到公司的运营 第四 如果是离岸公司的话呢 比如说您是香港居民 或者是中国居民 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注册离岸公司 通过离岸公司 比如通过香港公司 或者说BVI开曼群岛的公司 来持有英国的房产 理论上可以 但是你需要考虑到的是一个成本 如果你只是买一点套房 我建议还是以个人名义买 会相对更简单 更明确一些 比较好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公司购房 用有权责任公司 去持有这个房产 它的优点是什么 首先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在2020年4月6号以后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什么呢 就是个人房东 如果房子在个人名下 你的这种贷款的成本 和贷款的利息 是不能做抵扣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损失很大一部分的一个收入 大概23%是要损失的 但是如果用公司去持有的话呢 在公司名下的这种贷款利息 是可以抵税的 这个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用公司名买 买6套房以上 这种情况下 如果价值超过50万银帮的话呢 它的税率会相对更flat 更有优势 15%的税率 这个呢 需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今天分享的只是一个 基本常识 并不代表任何税务建议和法律建议 这个是一个 大家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 相对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强烈建议大家 咨询专业的律师 或者咨询专业的税务师 给大家专业的这种税务意见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省应花税以外 还有什么呢 根据海关总署的规定 对 这是它的一个flat rate 如果房产价值超过25万英镑以上的部分 可以照5%的税率来计算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公司持有多套房产 是明显要比个人名下持有房产的 要更加有优势 这是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 包括它的卖家 当你三年以后 你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卖这个公司 比如说你如果说一个公司名下 持有三套房产 或者四套房产 或者是一套房产 你要卖这个公司的时候 只要律师通过确认这个公司是 可以符合交易的条件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把股份卖给买家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作为买家的角度来讲 它不用单独付特殊的应花税 它只是买卖公司 买卖股权 而不用单独的支付一笔应花税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以后要转手 用公司会比较好 第四个优点 第五个优点是遗产税 如果是遗产税呢 你在公司持有的名义下呢 你可以通过转让股份 把股权转让给孩子 这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节省很多的税的 所以说其实公司持有房产 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主要是有利于税收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它的优点 当然所有的方案都有好有坏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持有房产 或者是投资房产的缺点是什么 它的缺点 第一 它的额外的一个税收 很多人不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有一个额外的一个ATED 叫做这个年度住宅物业税 很多人如果没有做过呢 可能会不太清楚 往往容易忽略这个成本 你在五十万到一百万英镑之间 每年要交三千七百英镑 如果是超过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 每年要交七千五百英镑 如果超过两百万到五百万英镑之间 你每年是要单独付一个物业税的 这个是两万五千两百英镑 这个呢 说来话长 总的来讲呢 简单一句话就是 英国税务局为了防止在十几年前出现的这种 通过海外公司持有英国房产来避税 而做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定 或者说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 但是总的来讲 你只要控制好 这个一个公司 你不超过两百万英镑 它的税率还是相对可以比较容易接受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用公司买房 它带的缺点 还有什么呢 就是你的贷款的选择会比较少 因为作为银行来看呢 它在做SPV 也就是公司持有房产贷款的时候呢 通常是对股东和董事的这个还款能力 要求会更高一些 而且大部分这个银行呢 愿意带个个人 这个公司的你的选择性会相对更少一些 但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 针对公司持有房产的这些lender 这些贷款方银行 通常是有他们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经验 来判断 你公司持有房产的还款能力 你的风险抵抗能力的 但是总的来讲 你的选择权会少一些 而且你贷款的利率会高一些 有一个区别 如果你用个人名义Biteland 通常是1.49到1.99之间 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如果你用公司买 通常在3.1到3.99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另外一个缺点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 如果用公司购房 你如果说这个房产生的租金 产生的税收 你要拿出来用 这个时候是要双重征税的 具体的税率 大家可以看一下 1万2501到5万7.5% 如果是较高税率 是5万到15万 这个到了32.5%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 要找专业的咨询 专业的税务师 管理师 来给大家做专业的分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 第一步我们就强调 除了注册公司 开设账户以外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点 一定要有专业人士的 这种提前的规划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总结一下 一个小节 很简单的一个小节 如果是个人持有 个人所得税 它是相对比较低的 20% 如果是公司持有 它的个人所得税 相对高一些 但是它的好处 是能够避免避免避产税 而且通常一个公司 可以持有多套房产 能够很大的发挥 这个公司持有房产的 一个优势 做税务规划 这个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 如果大家要考虑 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用公司买 还是个人买 有一个比较粗俗的标准 就是如果你只是投资 一两套房产 而且你个人 或者夫妻总收入 不到你10万英镑的情况下 就不用想太多 踏踏实实的 个人持有就好了 比如说一个人 正常来讲 年收入三万英镑 或者三万五千英镑 这个时候呢 把自己的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免征起征点 这个用到极限 先用个人的名买几套 再说 因为这个时候 你还不到五万英镑的 高税收这个标准 所以说用个人名义 持有比较好 但如果说 夫妻双方已经 每个人都已经超过 五万英镑的年薪了 已经是40%的税率了 这个时候应该考虑公司持有 因为公司持有 能够减低很多税务的 一些成本 第二 如果你是专业房东 包租公或者包租婆 应该考虑公司持有 因为通过公司持有 可以降低很多成本 这个座椅板凳 修楼梯 修这个厕所的钱 都是可以打入到 运营成本里面的 你的税收会相应的减少 第三种情况 如果你是净资产 净高资产人士 考虑到规划传承你的财富 应该考虑公司持有 因为这个时候 你要考虑到的 不仅仅是投资收益 不仅仅是个人税收 还要考虑到的是 遗产税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在英国买房 应该是个人持有 还是公司持有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说 每个人的情况 需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好 再次感谢大家 观看今天的这个介绍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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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